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今天讲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打完高远球的一个回动的常识问题 很多人打球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他们老是急得回中间 其实回中间也分方法和情况 打得到位我们应该怎么回 打得不到位我们应该怎么回 这个小细节如果你能理解 那说明你的球技水平 已经到达一个不错的阶段了 那我用了球拍 我们的金红300以下 没有力气的履性的打球的 用它保准无敌 我一想就是他不练口国人安全 可以直接购买 45天无聊退款还是老规矩 好 开始今天教训 当你打完球顺利的收完拍之后 我们的人的重心应该是怎么样的调整 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在后场按照我说的 把架拍准备引拍击球打完做完之后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是做什么呢 一定不是急着回中间 很多人在后场打完球之后 按照我说的标准打完之后 他就急着回中间 按逻辑来说 我们打完一个到位的高远球之后 其实对方呢 是很难去掉很近往的球的 就算他想要掉球 也会有点远 所以说呢 在我们做一个标准的回拍 打到一个到位的高远球之后 我们大概率的球都是在这个白线 到后场的这个线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去回动 打完球之后 第一件事情你要记得 不管我的重心是怎么样 倒的还是往哪儿歪的 第一件事就是当下立即调整重心 然后慢慢的走回来 千万不要顺利这种情况 球也没打完 哎呀回来 结果就起来一个 哎呀连续的这样 是很累的 你看高手在对打高远球的时候 他们一打完 不管是这边还是这边 一打完第一件事干嘛 绝对不是往回跑哦 第一件事是调整好重心做好 看好再启动 打完 好再看这个就叫做回动的节奏 中场休息 因为五一 我生日给大家送二十几条来 微信公众号 杨大神后来回复 生日快乐 即可参与 谢谢 通俗点叫做回收 我们的动力 也称为原动力的回收 所以我希望大家很匆忙的 去打了一个被动的高远球之后 好 这个第一件事是回收重心 它杀 我们接杀 打完之后杀 接吊我们可以立即调整 而不是盲目的去回中心 如果你能听得懂我说的这个盲目的回中心 那你的高远球一定是打的已经很不错了 动作发力相对来说一定会规范了 所以你要记住 我们在后场打完后场球之后 到位的情况下 不需要很快的去回中心 那当然 如果你是打了一个半场高远球 很不到位人家要干你了 那这个时候你是要快速回中心防守的 所以在练高远球的时候 也要记住这个小季节 会对你练球 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手上这把球牌 其实它是一款旅性文化的球牌 它叫做金红 那这把球块几乎可以完美的配置 旅性在打球以上的一切的诉求 它的配置也好 它的参数也好 它的打感各方面都非常扎实 也非常棒 价格不到300 299 在我的微小程序和淘宝店铺 国语言选 299 45天 无理由退化